所以首先我們會請兩位 一位是高等法院檢察署的代表 另外一位是調查局的代表 因為這個跟監的事情 我想調查局這邊先回應 所以我們首先請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游民人檢察官 十分鐘 謝謝廣委員辦了這麼一個宮殿會 讓我們來做一個說明 那麼終於 我只能這麼講 我見到田委員了 因為我試圖跟您的辦公室 聯絡了好多次 都沒有辦法聯絡到您 在這個案子重啟調查的階段 那等一下這一段我會說明 那麼當然各位都有很多疑點 各位的疑點 在我們第一次 專案小組會議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列出來了 那麼我在這裡可以很 很這個負責的跟各位講 因為這是偵查的一部分 那麼在座很多法律專家都知道 這偵查是不公開的 我們可以公開的部分 我們會適度的公開 那麼 等一下就 當然我要先說明 因為剛剛各位質疑的很多點 我如果有遺漏的話 如果管委員允許的話 各位可以再提醒我 那麼我隨時做一個補充 那麼在我們偵查 專案小組的第一次會議的時候 我們就做出來 我們就做出來 就針對 多年來死者家屬 外界對這案件的質疑點 我們詳列問題 以及處理情形 就是把問題列出來 把處理情形列出來 那麼以後日後的分析 還有這個做一個主項的檢驗 那這個我想 我們這邊在座的 刑事局 還有市警局 調查局 另外今天沒有到場的 後備司令部的代表 他們當時也都參與了這些會 所以我講的話是 不是無中生有 也不是替自己辯駁 只是陳述 當時會議的這個背景 那麼而且我們也列案了 那麼當時這個議會的人都有 手上都有一份分辦表 等於是 哪個問題是屬於哪個 哪一個單位應該要做的 我們都有一個分辦表 然後我們在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的會議 我們逐項的追蹤去做 那麼專案小組總共開了四次的會 那麼就逐項的這個列 當然調查中有新出現的問題 我們也會繼續去追 那麼四次的會 到最後一次的定稿了 會也是第五次 那這次我就專案小組大致辦的 這個經過 做一個簡單的陳述 我們這個調查報告 並沒有在充滿中完成 如同我以上剛剛所做的報告 我們是經過四次的專案小組回憶 以最後的一次偵查結果報告的定稿 才完成的 另外我們並沒有預設立場 我跟在座的各位大家都一樣 因為這是一個兩個疑案 事實上這個如果還要講疑案的話 還有這個在座的這個李律師也是專家 陸正案也是個疑案 那麼蘇建合案也是個疑案 還有當然有很多案子大家都有懷疑 但是受日移客觀的證據是沒辦法突破的 再來就是就這個吳教授啊 提供了這個24小時監控的這一部分呢 我做一個回應啊 那麼關於24小時監控之類的 所謂的訪談這個住在住家附近的人士啊 我們所謂的訪談住家附近的人士 是指案發當初 警方啊做地毯式的訪談 周圍的鄰居住家做地毯式的訪談啊 當時所有的鄰居啊都沒有提到說 有這個可疑人士監控的這個情形啊 那麼所以我們才做出說這種 應該是沒有監控 但至於電話錄音的這一部分 電話錄音的這一部分呢 我們這個是可以說是上窮必落下防犬啊 我們不敢說很自豪的講 我們很負責任的去找 因為警總裁測以後啦 相關的檔案是歸到後備司令部去 那麼後備司令部啊在我們檔案法成立以後啊 檔案法這個公佈生效以後啊 後來成立的檔案管理局 那麼各機關的檔案啊都遇到檔案管理局去了 那麼我們透過後備司令部 他們的送到檔案管理局的清冊啊 我們去翻去找 那麼後來找到了 這邊有一大堆的 後備司令部的清冊啊 那當然這個跟本案無關我不能 不能現在給各位看了一大堆的清冊 我們事實上去找了啊 這個不是隨便翻一翻的 這都有暗號有有年有年度的 後來我們找到了啊 所謂的彩虹專案的 這指監聽林義雄先生住宰的這個彩虹專案啊 那麼在彩虹專案裡面啊 我們找到了當天 2月28號當天有四通電話 是林同家先生打進去的或是打出來的啊 那有國外打進來的 那麼也有這個 從這個林先生住宰打出去的啊 那國外打進來的是日本打進來兩通 第一通是上午11點左右 那麼接聽的是林先生的雙白胎女兒跟這個林媽媽 那第二通是下午4點左右 接聽的人應該是康林一響先生 因為那時候案子已經發生了 我想那時候康先生跟管委員 跟田委員當時都已經在場啊 那麼當時這兩通電話是有做電話錄音議文的啊 另外就是關於金晴西餐廳的這一通啊 是沒有電話監聽議文 那是在 專案小組會議就在這個案子 之前的專案小組會議的時候 國安局的某一位先生啊 列席的時候也提到說有這麼一通電話 那麼事實上這一通電話呢 在2月69年2月29號第二天啊 刑事局就開始就金晴西餐廳去做清查 當時的客人啊什麼去做清查 但是很可惜就是沒有查到 而且就這個王春風 到底這個風是怎麼寫啊 就這個音啊 就全省的附贈資料去清查 但是也沒有查出一個具體的線索出來 還有就是剛剛吳教授提到說 在調查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現 其實單位在任何時期啊 監控政治意義者的任何文件啊 監控單位監控時間監控人員等等啊 然後我要很抱歉說 因為這個 人員在辦案的常常是 跟本案無關的啊 我們不會去 節外甚至去碰 那麼 如果我剛剛跟各位報告了 我們收集 從檔案管理局裡面啊 從後備司令部 以及檔案管理局裡面 我們去搜查了一大堆的資料 後來我們只是就 案發當時的先後的資料 我們調出來 當然這裡面 甚至都有 黃金介先生的筆錄啊 什麼等等啊 因為這跟本案無關 我們看到了 跟本案無關 但是我們就是 把它放在這裡面 那麼順便一提的就是 關於檔案管理局這一部分 因為它是依據檔案法 還有個人資料保護法 所以他們相關的人員 假如說要去裡面 越覽超路攝影等等啊 他們有一套規定 那麼我想家屬去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了 那至於說其他的社會人士 想要了解真相的 我想他們的 因為我具體的 具體的這個辦法 越覽超路越覽 越覽攝影的具體辦法 我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我想他 厲害關於家屬去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麼再來 因為剛剛響聲是什麼意思 提醒我是吧 十分鐘了 十分鐘了 您案最有關是 由律師說的 這是一個多人武器優勢 才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這一點呢 多人武器優勢 這個我想是 因為我們 從屍體的傷口的檢驗 因為今天法醫所 銷售長 銷售長好像沒有來 但是 因為我個人當檢察官 當法官 我當過法官 當了二十年了 檢察官當了七八年了 那麼我從山口的判別 因為當時這個案子發生的時候 我是剛出來 剛剛 剛剛 剛剛派出來當檢察官 所以我 我那時候也不在台北 所以我沒有碰到 不過我們從 相應屍體的這個 驗断書啊 解剖 還有 驗断書 以及這個相應屍體證明書 我們看 應該是一個 雙刃的一個刀 而且這個刀應該只有一種形式